接下来这种关系叫天敌 它比较特别 它不是任何一种物种物种之间的特定关系 它是一个范层 天敌的定义如下 自然状况之下 专门设施某种生物 而可直接影响它族群大小者 我们看到后面第二句话 可直接影响其族群大小 就像之前提到那个三猫吃血兔 灵异吃血兔 三猫如果吃掉血兔 血涂数量就变少了 所以三猫是血兔的天敌 它可以控制血兔的族群大小数量 这个定义很重要 如果有一种东西 比如说我会吃你 可是我吃你之后 你的族群大小并没有明显变化的 我根本不能控制你族群大小 那就不能叫天敌 天敌必须可以透过射死你 掠死你的手段 或是后面讲到寄生的手段 来控制你族群大小 才叫天敌 天敌分为两种 第一种叫掠食性天敌 就直接把你吃了 像海星吃蚊蛤 海星虽然爬得慢 它吃的是爬得更慢的双可贝 它吃贝类 那像这种黄鼠狼吃老鼠 或是我们之前提到什么 蜥蜴吃蟑螂等等 然后蛇吃青蛙 好第二种叫寄生性天敌 因为寄生虫 它可以耗掉你的养分 或是让你没有养分生小孩 它也可以让你这个族群体弱多病 所以小孩少 或者小孩也是体弱多病 能够存活的不多 这叫做寄生性天敌 可是我下面所举的例子不好 因为像小简峰会寄生在蝴蝶的幼虫 或是我刚刚讲的 翡莲兽风 翡莲兽风 寄生在每周这样的软翘 其实这两个例子不是寄生 那其实叫寄生性略死 它其实是略死 因为那个对象被你吃掉 被你弄死了 它叫寄生性略死 或有个别名 我写一下 寄生性略死 还有个别名叫做 你寄生 好像寄生 但是不是真的寄生 叫你寄生 所以事实上我这边举的这两个案例 或是我讲的上写这些例子 不好 因为它其实不是真的寄生 它叫做寄生性略死 它还是属于略死性天地 或叫做你寄生 那我们来举别的例子吧 那有没有寄生的例子呢 好 人类有寄生虫 比如说蛔虫 假设你现在肚子 我们现在就变了那么多人 每一个人肚子里面都几百只蛔虫 我们这个族群的大小就被控制了 我们没办法变多 因为大家都体落多壁 养分都被蛔虫拿走了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能量资源 可以生小孩 所以这些寄生虫就控制了人类的族群大小 那你要让人类长得多 就要吃寄生虫要把它杀光 你才有养分 不然养分都被寄生虫拿掉了 而蛔虫干燙你 蛔虫不会杀死你哦 它需要你长命百岁 它才可以在你身上不断地得到资源 好 那有天敌有这样的性质 我们人类就拿来应用了 有一种方法叫生物防治法 就是利用天敌 害虫的天敌来防治害虫 让害虫的数量可以控制 而不会大量增加 下面的例子 比如说花农们或农夫们 大量放养嫖虫 嫖虫会吃牙虫跟戒壳虫 这些害虫 所以牙虫和戒壳虫的天敌 就是包含了嫖虫 那甚至有些人为了用天敌来防治 甚至引进外来种的天敌 这样子就不好了 如果有本土的天敌 就拿本土的天敌来做防治 就有效了 那这边我想的是嫖虫 有些人对嫖虫不熟悉 就觉得嫖虫很可爱 很有气质啊 还叫ladybug 属女虫 那怎么会吃肉 怎么可能是掠食 怎么可能是捕食的 怎么可能 大家已经误会嫖虫了 嫖虫很凶的 我就给大家看张照片 这只嫖虫那么小 它在吃一只大大的昆虫 这只大大的昆虫是西蒜 它在吃它的肉 正在吃肉 我看到它拍起来 这我在宜兰拍的 嫖虫有肉食性的嫖虫 它吃肉的样子 就跟你吃肉一样 其实不太lady 那嫖虫 嫖虫其实也有吃植物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农民 你对嫖虫要过手 因为有些嫖虫是吃叶子 跟吃果实的 有些嫖虫是吃肉的 如果你今天弄错 你抓到是吃叶子 吃果实的嫖虫 散到你的农田中 你不错啊 隐狼入室 对啊 那这样也好 你可以跟牙虫 跟嫖虫 产生竞争关系 可是你的 你在竞争关系 所以 可是你的嫖虫 就把你的东西吃光 所以当然 大部分的嫖虫是肉食性 你通常不会抓住 可是你要小心 你要看到 好以上这是 我利用所谓的寄生 或是掠食的天敌 来做生物防止的例子